关于所谓小院高墙 我觉得实际上是从 最早他是想脱钩锻炼 后来发现那样做 也做不到 而且会伤及他自身 所以他就调整了 弄出了小院高墙 但是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 这个跟脱钩锻炼 没有本质的去 他还是想人为的 阻断正常的科技 经贸往来 但这个是违背经济和科技发展 客观规律 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 我相信最终是做不成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他说小院高墙 就围了一个地方 把这墙越来越高 这个画面 然后我想起这个中国成语 坐井观天 你就给自己的两个简单 给他看 这有什么好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